53. 大公部,貨幣,需使去強權美影 2015年7月11日大公園 B.14登下集記由歐洲致名金融加米維寧 William Medell Group爭於2007年推出多美元崩潰一書 推測國際金融系統面臨崩潰危險 2008年爆發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認證了者一預言 或欣賞到了預言的甜頭 在大洗牌,全球金融敵罪最後角力書中 米維寧語言更加直接 我相信,在2020年之後 全球金融體系將需要重新啟動並進入一種新的模式 在這種模式下,黃金將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 而美元則將失去作為唯一儲備貨幣的地位 而正中國這樣的國家責會變得更加強大 1944年的布雷頓森林會議在一定程度上 理信了國際金融秩序 為進一步鞏固美元的國際貨幣儲備地位 後來美國又與沙特簽訂了協議 明確美元作為石油的唯一支付貨幣 石油美元由此誕生 然而,當經濟逐漸恢復時 不少國家立馬想到的時 用美元換回黃金 上世紀六十年代後半期 僅發 而,何四國便用美元換回黃金9680噸 且勢頭不減 跟隨者仲 為避免黃金被對一空 1971年8月15日 尼克松政府不得不宣布美元與黃金脫搖 再發 而,何等國看來 布雷頓森林體系更像是美國無罪印鈔的被滑散 當尼克松親手剪斷美元與黃金的持貸後 美元便無所顧忌地揚手賣開了印鈔大報 及至上世紀九十年代 時任總統克林頓更是拒絕公開美元的發行數量 美元發行量從此辯論為一個學者搞盡腦執的迷 而在2008年 為應對華爾街引發的金融危機 美國開足馬力印鈔 結果是所創造出的大量美元已經超過 美國的黃金儲備所能擔布的數量 失去黃金儲備的制約後 沒有什麼能夠約束美元印鈔的腳步 也因此 美國、歐洲環有日本等強勢經濟體 先後報入高負債時代 截至2012年 各國的國債總額已經達到了50萬億美元 海恩施增將黃金稱為野蠻的遺跡 這也是美元話語體系中使用頻率極高的理論 然而 美國一方面表現得對黃金撤之以備 另一方面卻坐擁全球最高的黃金儲備 八千餘噸 且依照法律 美國財政部禁止售出黃金儲備 儘管美國出現了巨大的金融赤字 但美國卻沒有為了減少債務而出售任何的黃金儲備 表面看 美國不干預黃金市場 實際上一旦黃金價格上漲 就會借助黃金匯換通道 從西方國家央行的儲備中調用黃金 抑制黃金價格 打造所謂的美元黃金 儘管布雷頓森林體系確定了美元作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 但美元僅僅屬於美國 他國對美元政策只能被動應對 根本不可能有什麼資情權、參與權、建議權和抗辯權 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尼克松可以不聞國際意見獨自剪斷美元 與黃金間的持大 黑林頓為什麼可以決定隱瞞美元發行量 奧巴馬為什麼可以置國際貨幣地位於不顧開足印鈔機馬力 在米維林看來 黃金作為國際貨幣儲備至少有這麼三大優勢 應同度高 至公元前700年以來 幾乎世界所有具有文化的民族 都認為黃金與白銀是具有價值的交換媒介 有助於貨幣穩定 英格蘭在1914年中至金本位制之前的近兩百年中 從來就沒有遭遇過任何的通貨膨脹 其稀缺性或有限的年開採量 注定人類不可能想當然地開動印鈔機器 與美元有評 J.列國別屬性和具體效中對象不同的事 黃金並非那一國發行的貨幣 本質上並不能專為某一國或某一特殊群體服務 1903年美國冒險家福內斯三世登上太平洋的瓦普島後發現 當地的貨幣居然是重達數十公斤到數噸的石頭圓盤 即廢幣 只要人們相信 石頭也可以作為貨幣 顯而易見 這種公信力是長期積累的結晶 絕非簡單地強制 相較於其他金屬 比黃金貴重的也有 應用廣泛的更是不計其數 唯有黃金更具貨幣公信力 米維寧認為 在美元失去黃金儲備約束 開動印鈔機馬力後 各國負債已積重難翻 貨幣洗牌在所難免 指示時間和策略問題 對於貨幣洗牌的未來 米維寧是簡訊X了自己的建議 比喻黃金儲備的回歸 還有建立將人民幣納入評價體系的紙黃金儲備 可以肯定的是 米維寧主張的貨幣洗牌 並非是要將美元一公子打倒 也絕非像當年捕雷頓森林體系那樣 讓連一種貨幣取代美元 指示將現金缺乏約束的美元關進應有的籠子類 同時建設更加多樣化的貨幣儲備體系 最後想說明的一點是 米維寧在本書中反覆強調大洗牌 將是全球金融敵罪的最後角力 大意無非是 人類從此不會再有這樣的大洗牌了 暴雷頓森林體系建立時 不少國家也爭歡呼著弱 後來經歷表明 當時的市場經濟理論還狠膚淺 遠未能預料到全球經濟發展的需要 從這一視角看去 大洗牌似不足以一勞永逸 暴雷頓森林體系建立時不足以一勞永逸